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就讲第五章当中的第三集 也就是古典典型时期 古典时期 上集课我们主要讲古风时间段 古风时间段主要有两个事 第一 国家的形成 国家当然来讲 我们都知道是从氏族体制当中发展过来的 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但国家确实来讲也有行政管理的一个成分 也就是说到原先以血缘关系来进行组织的时候 如果那个松山的体系 现在逐渐的被更为主动的组织模式 把它架构组织起来的时候 它的力量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它什么地方体现出来 是不是巨大的 今天的课就是进入古典典型的时间段 也就是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古典时间段 应该说事情很多 但是我在课堂上只跟大家讲两次战争 一个雅典民主政治 两次战争一个政治体制模式 第一次战争呢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 以战争拉开 接受的时候也以古典时间段接受的时候 也以战争诸位继位 开始的战争 当然是西部战争了 西部战争 我用这么一句话把它概括了 西部战争是希腊周向繁荣的战折点 是世界古典史上一次著名的战争 战争断断续续的进行了43年 最后以波士的彻底失败 并且承认希腊和小雅一代 希腊城邦的独立而高中 打了43年的战争 这就是西部战争 你看看啊 这个战争从公元前492年开始 一直到公元前449年结束 打的时间多长 但古典的战争和谢天的战争不一样 谢天的战争没有前方和后方 但古典的战争还是有前方和后方 所以前方应该说 它发挥的主力会更大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为什么选择两次大的战争和一个雅典民主战争呢 实际上讲的都是政治 政治 当一个国家面临战争状态的时候 最大的政治就是打仗 就是战争 所以看一看西部战争 西部战争 西部战争 也就是 波士人和希腊人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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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也很快 把一大批的土地都征服了 把埃及也征服了 把亚洲 包括中亚的一大批土地也征服了 大批市的时候 甚至把印度和地区 印度和流域也征服了 然后一直往往往往 赫磊斯邦海峡 往那个方向走 走到什么地方 往斯基探 跟斯基探打仗的时候 又在赫磊斯邦海峡的那一边 欧洲 现在的欧洲部分 又转了一个点 所以波士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 寒垮欧亚非这么一个大的国家 那么波士打仗的时候 实际上你看 波士在这一头 在这一头 这一头都是他的了 这一头都是他的了 而现在的地理分布的话 那就是亚洲这一带 然后往西部 往西部发展 往西部发展 这个西部战争的历史 都基本上都放在哪一个作品当中 保存在哪一个作品当中 西洛多德的历史当中 西洛多德的历史当中 实际上按体力编排模式来讲 是波士的扩张史 按波士扩张的次序来展示他的九卷 一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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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展开的 然后往西部最后的时候 只不已和希腊人的战争 和希腊人的战争 这个时候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这就是西部战争 所以西部战争 这个史啊 就是说我们把它翻译在 希腊和波士人战争的历史 实际上可能内涵的就这样讲 波士的扩张史可能更合适一点 波士的扩张史 按波士的扩张这个模式写下去 这就是希腊人的这个主要的文献 是在希腊多德的历史当中 所以我们说历史 历史这个作品 因为有历史这个作品 希腊罗说希腊多德是西方历史之父 但这个地方有个思考点 思考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无论是希腊多德的历史 还是未来修西底德的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还有等等一系列问题 历史的主题是战争 历史的主题是战争 这个很重要 许多方面跟中国转开的史书的编写模式是不一样 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念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者之间 要慢慢的形成一个比较 比较当然帮助我们进行记忆 同时呢比较当中 你慢慢的发现东方民族 中华民族和西方的民族文明之间 有许多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源头上就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特别的关注 以后我们讲到罗马的时候 大家也会发现战争很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自己留下去 学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许多根源 包括世界上美国的大量政策的根源 都跟希腊罗马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 许多东西它的习惯规则当中 民族特性当中就已经基本上决定了 举个例子 大家看搞帝国主义 搞帝国主义 中国人是不行的 什么时候中国人搞个帝国主义啊 没有 搞帝国主义决定是西方的特产 所以大家看看啊 开始的时候就雅典搞一点 以后罗马就大规模的搞 帝国主义还是能够迅速的 把其他国家的财富变成我自己的财富 让某一个国家迅速的崛起 迅速的发展起来 这些都是根源上都已经决定了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亚运会奥运会的时候展开的那个 那个盒子倒是 那么战争看啊 这个主题当中的战争 肯定对希腊人或者对罗马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历史家会把这个主要的东西 作为我研究的对象 作为我研究的对象 所以留下来的东西就很多 那么西波战争也就是 希罗多德基本上用意识这个模式把它转世出来了 西波战争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到底因为什么原因 而让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发生战争这一层关系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原因 西波战争这个原因呢 应该分为根本的原因 和直接的原因 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主要是因为波斯向外扩张 以及被希腊的侵略而引起的 据如是公安前550年的时候 灭掉了米迪王国 公安前546年的时候 灭掉了小亚西亚 公安前538年左右 征服了新巴比伦 看这一条线是 是是是 从外面过去包过来 然后失掉新巴比伦 是吧 这条线是非常明显的 它的真正的线路 往北部 往西部 然后就突然往东部 这就是538年的时候 征服了新巴比伦 征服了新巴比伦 不久 当然他带领自己的军队 往中亚这个地方去了 结果就中亚暂时了 公安前513年的时候 那就是后面 也就是说 居住室去世以后呢 他的孩子又专领了 公安前525年的时候 占领了埃及 是吧 把埃及这个王国也就 原来的那个王国呢 也就变成了波斯的一个行神 然后公安前513年的时候 大流逝一试 进攻 埃及海北部的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 转临了赛雷斯这个地方 赛雷斯有个人物 叫什么名字 在未来龙马史当中 斯巴达科 斯巴达科就在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地方的居民 这里呢 赛雷斯这个地方 那么 这里呢赛雷斯这个地方 也就是赫雷斯邦海峡 基本上这儿了 赫雷斯邦海峡这个地方 这儿了 对希腊有什么影响 对希腊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可以说 控制了希腊的粮食方面的 主要攻击地 这一带地方都是拆粮食 所以有大量的 我们讲古风时间段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往外移民 往外移民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是在黑海一带 因为这个地方出拆粮食 是吧 然后把这个地方控制了 那就对希腊人来讲 对于都山去粮的希腊人来讲 那就面临很大的风险 所以直接构成了 对希腊的威胁 这是一个大的发展的特色 也就是说 波士人不断地在向西部推进 这个步伐都可以做得很明白 向西部推进 而直接的原因呢 是公元前五百年的米利都暴动 波士人在向西部推进的时候 当然对小亚西亚一带的希腊居民 实行的不削压迫的政策 是非常残忍的 所以这一代的希腊人 也就开始起来反抗 其中以公元前五百年的米利都暴动 周围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米利都暴动以后 米利都城 当然这小鸭了 大家看这个小鸭在这 在这 那一个城市和整个波士帝国去抗衡 显然抗衡不了 那抗衡不了它唯一的办法是 唯一的办法是 想自己的同温同种的希腊人 也就是想希腊半岛让这希腊人进行 请求他们过来来帮助他们 抵抗波士人 当然得到这个请求以后 斯巴达和其他的一些希腊城邦 都不大愿意出兵去帮助米利都人 只有谁去帮助了呢 也就是他自己的同温同种 埃尔尼亚人 这个埃尔尼亚人是什么呢 埃尔尼亚人就是雅典人和埃勒特利亚 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 斯巴达多利亚民族 那么亚典人和埃尔尼亚人就是在这儿 在这儿 这两个国家就带了二十五十五船主 就途过了埃尽海来到了米利都 来帮助米利都人抗击波士人 但大家要知道 一个城市和一个帝国抗衡 那显然最后是北 波士人镇压了 波士人镇压下去以后 当然对米利都的暴动 大流士是非常恼火的 于是撤去了 打败米利都人以后 撤去了一个非常残暴的措施 把米利都的城市也把它消灭了 把成年的男人全部杀死了 小孩和妇女卖为奴隶 那这就是米利都战争 直接倒火线就在这儿 那就是说米利都一暴动 那么波士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矛盾 就逐渐的退到了主要的矛盾当中去了 这外交事物当中 下一个对象就是希腊人 尤其是雅典人和阿里特利亚人 都去帮助他们同温同种的米利都人 所以大流士就要想个办法 要惩罚惩罚 亚里人和阿里特利亚人 那么惩罚最后的结果就是 向希腊人发动战争 这就是希伯战争 希伯战争呢 主要的经过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公安前492年到公安前480年 这一个阶段 波士处于进攻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公安前479年 到公安前449年 希腊处于进攻阶段 处于进攻阶段 现在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阶段 公安前492年 大流士决定派军队进攻希腊 派军队进攻希腊 那当时写着的道路是海洛两条线并进 往北部地区走 往爱津海的北部地区走 海洛两条线并进 但是呢海上这一次军队遇到了风暴 波士人对于爱津海这个地区整个气候状况 和海洋当中 它的海的海水的波滔 以及等等其他的规则方面 不是很了解 所以492年排的一支大军去打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被这个风暴卷走了 被风暴卷走了 大流士就只能是回来 回来以后那战争 双方都可行可行准备 因为非常明显 不久还有更大的战争要出现 大流士一时呢 首先进行外交方面的努力 于是派了许多使者到雅典 到斯巴达 到希腊其他地方 要求雅典斯巴达人 就是拿出土和水 也就是说投降 要他们投降 当然雅典人呢 把这些死者呢 轮到海洋当中去了 斯巴达人呢 就把这些死者呢 就轮到井里面 井里面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井下有的是水和土 你要多少就多少 交战的双方 从死者的角度来讲 派出的死者的角度来讲 把死者都杀掉了 那就意味着 双方之间都要相互都要准备 就是面对更大规模的战争 公元前490年 公元前490年 这一次大流士的军队 就不是跟第一次那样 海路两条线前进 而是直接从海上过去 所以它这个线 就是从这儿过来了 直接穿过埃金海到阿里特利亚 把阿里特利亚就把它打掉了 阿里特利亚打掉 阿里特利亚打掉了以后 大家看啊 雅典在这儿 就在雅典的旁边了 就在雅典的旁边了 所以当时雅典人 确实来讲呢 也是各块派人 到斯巴达去 要求斯巴达来帮助解决 是不是救助一下 但斯巴达当时说 可以我可以帮助你们 但是今天出兵 今天不是很好的出兵的日期 也就是说这个月亮还没有圆呢 到月亮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派军队去打仗 因为月亮不圆的时候 然后按照斯巴达的规则认为 这个出兵打仗是不利的 那实际上也就没有出兵去帮助雅典人 那么雅典人就只能是靠自己的力量 来保卫自己 于是就把所有的重装部兵 清朝你们都动员起来 那动员的结果 雅典人也只游多少人 一万人 这加上比奥地亚人 一千人来帮忙的 就是隔壁的邻居来帮忙的一千人 中共一万一千人 这次军队就开到马拉松 马拉松 在自己的家门口 这个地方迎接波士人 波士人当然 那个时候从军队的角度来讲 现在大致 一般来讲就是都打了个几号是十万人 这个军队 那十比一这个比例进行打仗 但在这个马拉松之战当中 这个里面从研究战术的层面上讲 希腊人这个时候确实有智慧 这个长得很漂亮 为什么呢 有思想 这个完全有思想 这个战术是怎么打呢 就是当时希腊派出的指挥者是米塔亚德 米塔亚德呢 他把军队呢 是这么个布局模式 这是海 这是海 面对海的旁边 他这个布局模式呢 两边是密集型的队性 重张布比密集型的 主力都放这两页 而中间把他的力量相对来讲比较弱 所以这个波士人当他海上过来的时候 当他的这个弓箭兵和骑兵都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 就直接往中间冲 就往中间冲的时候 这一头往后退 这一头往后退 这两头往前进 结果把精雷的敌人全部回在这个包围圈里面 最后里面的敌人都在长枪长矛的攻击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战争就是打得很漂亮 也就是希腊人 雅典人 中共牺牲了192名 而整个波士死掉了6400人左右 一看这么一个局面以后 后面的波士人就纷纷地逃往海边 没有组织起更有效的这个进攻的态势 所以就逃跑了 逃跑了 马拉松战予呢 以牙利人的胜利 爱搞结束 这一个战予 当然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以后 就是战争打赢了以后 马上有一个事 就是佩雷皮迪斯跑步 长跑运动员嘛 就跑到家里去了 跑到家里去 回来以后很高兴 就说了一句 雅典得救了 就到这地上去世了 为了纪念这一个马拉松之战 和这位战士 于是后面就有谢阶段的马拉松长跑 这长跑谢阶段速度很快 而且能保证每个人的 几乎是每个人的安全 是吧 现在世界纪录应该在两小时四分之内了 两小时四分之内了 人跑步跑得很快很快 而且跑下来以后 肯定不会 基本上从谢阶的条件来讲 生命肯定能保证 这就是马拉松之战 打了这么一个漂亮的仗 这个仗是有思想 这个仗是有思想 那么马拉松自战以后 就是波士人 基本上也跑回去了 双方直接又进行准备 公安前486年的时候 大刘氏一世去世 那么他自己的孩子继位 他自己的孩子就是西西斯 西西斯呢他也准备 还要攻打希腊 攻打希腊 那这个准备当中 其中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 这准备以前 双方都要了解一下情况 那么他自己呢 也就是对于希腊原来的国王 跑到他那边去了 希腊的那个斯巴达的一个国王 跑到他那边去了 作为一个顾问吧 万一问 你这个斯巴达到底有什么强项 行还是不行 国王告诉他 如果斯巴达人的话 一个人和一个人打的话 都是非常勇敢的 如果一帮人打的话 他也是非常厉害的 但西西斯认为 只是听听而已 因为自己感觉 波士帝国这么庞大的帝国 搞一个斯巴达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也没有高度重视 公安前四百八十年的时候 那么西西斯又带领大军 往希腊就是进攻 往希腊进攻 这一次呢还是和第一次一样 也是往北部地区过来的 往北部地区过来的 那么保卫中希腊 北部希腊很快就被他打掉了 中部希腊有一个爱口 这个爱口就是温泉关 这个温泉关如果说保卫住了 守住了 那么雅典斯巴达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平安的途过去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低调防线打掉了 那么雅典迅速淋陷了 斯巴达可能要保住也很难 所以当时设一个点低调防线 是放在温泉关这个点 这个温泉关这个点 当时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为什么比较好的一个点呢 就是两面都的山 这是一个爱口 就是只要有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 霸首在这个地方 就能抗争很多人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出现了 斯巴达的一个国王 叫利尔尼达和带了斯巴达的300号人 在这儿就是等着波士人 波士大军的进攻 当时波士大军有多少人呢 数量肯定是很大 因为利尔尼达手下的 有一个将军 曾经这么形容 这个波士人 这个人数之多 他说啊 波士人的箭 每人射一个箭 那么就能够把太阳盖住了 我们觉得太阳 就是被那个波士人的箭盖住的 盖住太阳的底下生活的 那就是说明人很多 波士人人很多 那么到这个 里尔尼达到最后的时候 温泉观也射手了 为什么射手 因为当地的向导 就是有人告诉他 有一条路可以绕到他的背后去 那波士人就利用这一个 到那个里尔尼达这一支力量的背后去了 把这部分人就是包围起来了 当然里尔尼达就希望其他的盟军全部撤离了 他斯巴达的298号人 两个人没 就是298号人就在这个地方 按照斯巴达的命令 坚守岗位 直到最后全部牺牲 所以有一块后面的人为了纪念这个事 这就是温泉观之战 温泉观之战 后面留了一块碑 叫做 因为他们已经死在这儿了 就不知道 不能告诉家里的人 到底情况怎么样了 所以就 这个碑的大字的敏文是 过路的人啊 就是 请把这个消息带给斯巴达人 我们按征照你们的指令 永远的烫着炸 坚守岗位 这当然是斯巴达精神的一个象征 所以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鲁信仙啊 曾经写过一个 就宰阳斯巴达三百葬事的文本 以后大家有兴趣的 我不知道这周的各位 有朗诵好的有不有 朗诵好的以后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朗诵一下 这些小的文本 小的文本 一个民族啊 一个民族 他的精神 就通过这一个战争当中 就把它充分体现出来了 那么温泉观失手以后 很明显雅典保不住了 所以雅典人怎么办 雅典人怎么办 温泉观失手以后 斯巴达也面临问题 斯巴达人怎么办 雅典人是怎么思考的 斯巴达人又是怎么思考的 相互之间又是 相互之间又的 又的争过来炒过去 争过来炒过去 哪个地方设立第二条防线 所以这个失了以后 雅典人当然非常明白 雅典人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 那当时是说坚守还是吃太 特罗易有个神域 这个神域的结果呢 雅典人如果要赢的话 那就是只能靠默强 默强是什么意思呢 默强是什么意思呢 谁解释的 这个话谁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雅典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 叫做德米斯托克里斯 德米斯托克里斯 他说这个默强的意思是 是什么 船 人船 所以 他极力全说雅典人 车离城市 人可以保存了 地可以不要 守不住了 无所谓 所以把老的和少的 都放到 伯罗贝尼莎的一个地方 特罗易森这个地方安置下来 其他的青藏典 也就是男孩子们 青藏典们 都上船 都上船 所以不久 波士人就把雅典打下来了 雅典打下来以后一看是个空城 空城也很生气啊 就把雅典的所有的建筑给烧的烧了 把它拆了拆了 把雅典人第一次射手了 雅典人第一次射手了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城和人之间你只能选择 雅典人选择的人 有人就有城 没有人即使有城也没有 所以到这个时间段 那当然 斯巴达人呢 他还是希望 这中部克林斯一带 射防 保护他的 波罗本地上 那么雅典人拼命的要求 斯巴达人 在海上支援雅典 支援雅典 希望下一个打仗的地方呢 把这个 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 波士人呢 引到海上来 进行决战 这就是 到公元前 四百八十年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 在阶队 就调头非常困难 而雅典的军舰呢 调头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 所以 利用这一个优势 最后 在萨拉米斯这个地方 打败了 波士人的海军 波士人的海军 那么 在这一个战役当中呢 波士人丢掉了三百艘大的船 那个 希腊 雅典人呢 大致丢掉了四十艘船 这样 那个西西斯呢 就认为 这个战争 肯杨子没法打回去了 所以 把海军就撤回去了 陆军呢 还是放在希腊的北部 因为希腊北部都被他控制 不久以后 当然 希腊 这个 因为北部地区 这些都是强大的 这个波士的陆军 不久 波士的陆军呢 这一次 把雅典城 打下了 两次 雅典城 失掉两次 失去两次 公安前 四百八十年开始 战绝发生一些变化 战绝发生变化 因为公安前四百八十年 这个 这个 萨拉米斯战役以后 希腊斯就基本上 回去了 回去了 所以 从公安前四百七十九年 第二年开始 希腊人 就弹集起来 而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 所以 从公安前四百七十九年开始 希腊人 开始解放 北部地区 也就是希腊的北部地区 被波士人占领的北部地区 一次同时 海上也取得了很多胜利 像米卡尔海战的胜利 公安前四百七十八年 公安前四百七十八年 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家们 又思考了 雅典 有的时候我确实来讲 这个民族值得 值得关注 因为为什么呢 它在这么一个 面临很大的困难的情况之下 恰恰下出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棋 漂亮棋在什么地方 利用这个时节段 公安前四百七十八年 雅典和爱琴海上各个岛屿 及小亚希腊各城邦 为了对付波士继承同盟 这个同盟由雅典复制 由雅典领导 历史上称作提洛同盟 或者雅典海上同盟 为什么叫做提洛同盟呢 因为同盟会议和金库 澄清最初的时候呢 是在提洛岛上 提洛岛上 因此又叫做提洛同盟 同盟个股最初相互之间都是独立的 它又对表大会 但有一个讲解点 公元前四百六十七年的时候 因为雅典人大了一系列漂亮的帐 所以呢 从这个时节代开始 同盟和雅典人之间的关系 发生一些性质的变化 这个性质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公元前四百六十七年以后 雅典遥遥领先作为领导者 他就架控金库 把金库切到雅典 切到雅典 切到雅典 那就是意味着雅典 对于金库的利用 就非常便利了 所以以后看啊 柏里克里斯间段 雅典有很多好处分给老百姓 柏里克里斯间段 雅典的尾城 建立的非常漂亮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前从占了 前者占了 所以提鲁同盟最初是为了反对波斯人 但后来逐渐的变成了雅典人 脸纸的一种工具 变成雅典人剥削的对象 剥削的对象 共元前四百四十九年雅典 在斯普鲁斯打败波斯军 随后双方签订协议 签订这个协议 那就是说 不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 不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 承认小亚西海亚希腊城市独立 西部战争正是基础 西部战争正是基础 这个战争 从跳出来看 也就是说 从现在的地图 从现在我们把握的资料来看 不过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的筹力军力和实力 还打不过希腊人 打不过有很小领土和很少人组织起来的希腊人 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 那当然交战的双方可能不明白 大是大到什么程度 小是小到什么程度 但是从现在的层面来看 看得很明白 你看 波士兰这么多人 这么大的地区 这么大的地区都属于他的 为什么打不过希腊人 人数很少 没几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 希腊是正义的战争 正义也是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还明白 它是自身的利益 它要保卫的是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家庭 或者说 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 如果说这块土地丢了 那生命也就丢掉了一半 因为为什么 你如果这块土地丢了 也就意味着你自己的人生也丢了 就变成奴隶了 所以 他要拼死的保卫这块土地 它是真理的战争 而波士兰当然 他有个战争的目的 显然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波士人自己 波士本民族人自己来讲也是很少的 波士帝国很大 但是波士人 波士的图治集团是很小的 否则大流士怎么要搞一个万人军啊 为什么万人军啊 万人不是队啊 不是队是什么 不是队就是保镖啊 万人不是队 也就是说死掉一个或者是啥 马上补上一个 马上补上一个 都是自己的伟队啊 保镖啊 什么 保镖是什么 保镖越强大 越强力意味着什么 威胁性越大嘛 威胁性越大的时候 他就需要有一批人的保护自己 他这个民族很小 他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波士 这一部分人身上 或者波士的一部分贵族身上 那么两河里有这么多 这个其他地区的居民 埃及 这个中亚 小亚 印度北部 这个大量的上臣没有进入统治集团 所以是为个别的人 或者为波士的统治者进行服务的 另外一个 从军队的人员组织来讲 希腊人都是自己的公民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公民 他的战争的胜负 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 而从波士的层面上来讲 波士的层面上来讲 是各个民族 波士帝国内部的各个民族都有 打仗也不一定为我个人 不是为我个人 我在战争当中能够得到多少利益 不知道的 你打个比方 在波士的军队里面 甚至到中亚地区 很遥远的巴克特利亚人 也巴克特利亚人 也张千出色西约的那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的居民 也有军队人数 也参加了到这个地方去打仗 也有 但这些人到底为谁打仗 那谁能知道 是吧 这加上 波士统治的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他要把它融合起来 组织起来 组织一字 织练有数的军队 还是相当困难 还是有一定难度 这跟希腊就不大一样了 因为希腊 无论中斯巴达还是雅典 他是公民兵 自身的力量 自己有自己的训练 这很明白 当然 这个战争 从打仗的层面上来讲 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和指挥者有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思想了 战争最后打的是实力 但战争常常打的是思想 这是我说的 我们说战争打的是实力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我认为战争常常打的是思想 如果说战术上指挥不得当 一小胜多是不可能的 一小胜多是不可能的 所以无论是萨阿米斯之战 还是马拉松之战 实际上赢的完全是思想 完全是思想 也就是说战术指挥得很好 所以他赢了 他赢了 那么对于战争来讲 其实人类社会历史上 推动人类社会 或者影响人类社会 进步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战争 就是战争 另外一个是什么 影响人类社会 进步 或者前进的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战争 没什么问题的 是不是 大家开会开的太多了 没有意识 意识不到 很重要的 要么就是会议 要么就是战争 而战争 常常对一个民主 对一个单位 对一个群体来讲 会影响非常神有 改变了战争的身负 直接改变了这一个地区 居民发展的方向 所以这个战争 就是西部战争一打以后 基本上 签订协议结束以后 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那实际上 谁得到的利益最大 谁得到的利益最大 这个时候 战争是一个贼难 但同时 战争是一个机会 机会在什么地方 所以雅典人 在这一点上 雅典人确实聪明 很聪明 十八大人战争的时候 打得也很厉害 但是 他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土地 发展自己的农业 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而雅典人 恰恰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把海洋变成了 他领土的一部分 向外拖展 所以把雅典 雅典这个提路同盟做起来 提路同盟做起来 所以 下一步的繁荣 下一步 不离科里时间段的民主政治 为什么出现 跟雅典在战争时间段里面 把不利的条件 变成有利的条件 有密切的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雅典的政治家们 逐渐的 把陆地上的经营 开始 向海洋方面经营 往海洋方面发展 往海洋方面发展 扩大自己的力量 所以战战来讲 把雅典的方向 彻底的改变了 而雅典的方向 改变了以后 实际上对雅典人 雅典的地位 雅典居民的生活状况 都产生重大影响 都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影响 尤其在政治体制模式当中 表现的非常明显 下集课 我们就讲雅典的民主政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